來看市民對到這個 萬華的第二劇觀的疫情 甘蔑康議長 王立民議員說 要對到萬華這一區來 是一區的方向有困難 今天看是不是先反駁 還可以開始 聯華總統說 這齊國的地方 來提供我們國散的疫苗 前衛生書庭的記錄 是來普遍說 說我們國散的疫苗 不符合國際標準 萬華地點疫情 擴大到台北市聯合病的 國內有感染國醫生領域 應該隨隊 國民醫庫的疫苗領域 轉變太減 擦成做有多多感染環 現在萬華區是不是 進一波風霞 王立民議員 在台北市要做 單區風霞強化很困難 中央再加地風土暖後 先自反駁化動開始 目前整個萬華基本上是 風險很高 那可是台北市是一個生活圈 你每個區之間 要完全隔絕 可行不可行也是一個問題啦 總統蔡英文有夠說 在設計地 一人強行第一波 國山有風霞 中估有幾回家 不夠兵工 國內有風霞 一間高端 一間聯合 聯合已經完成第二季的住室 安生在二十八天後 退費 檢測空替 結果可以食用數 國山有風霞的副作用 比國外有風霞更加 僅僅看到的副作用 有些地方會增加 國家的許可之下 可能會通過 所謂的緊急授權使用 它的安全性來講 副作用 目前來講看起來是比國外的 這些新的疫苗 它是比較低的 從衛生署長用這兩回憑 國山有風霞 要不足夠第三幾個臨場企業 不符合國際標準 它要配憑 維護部長 但市長應該下台 防疫總體的政策不做好 才會讓國民疫苗出現報告 希望國境對外國 是否方向的授權 有做準備不做比較好 在這裡綜合報告